系統的塞車讓地方在執行 是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到信息 尤其沒有辦法擴大匡列 更沒有辦法去做好居家隔離 所以讓家庭群聚的感染 就不斷不斷地去延伸 讓這樣一個傳播鏈 加速疫情的嚴重性 所以在前端從5月22號之前 我們所有的數據 是沒有辦法精準地做好準備 也沒有辦法做好掌控 這就是我們在整個快速的一個 熱力的發展圖 可以看到5月22號 整個就大爆發 不是那個數據爆發 其實已經悶在這裡面 地方因為信息 沒有辦法接到中央的 確診的判斷個案下來 所以這當中的落差性 也是造成這一次 整個感染 快速沒有辦法 一下子可以有效地 壓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素 當然叫做回歸也不是只會到5月22號 一直連續到了16天 這當中 雖然我們採取了很多的作法 像 熱氣防疫中心 甚至包括高風險地區 或者是我們的廣塞 其實所有的作法 只能夠穩定 讓疫情不要在上面 把它控制住 這也變成要花更多的力量 這當中很多的切診者 因為沒有得到速度的 的關心以及速度的送到集中檢疫所 或是醫院 有非常多的抱怨聲音 這個地方一定要概括承受 因為確實是在這個資訊的落差上 中央的系統沒有辦法即時到我們下面 下面的資訊上就變成 非常的困難 不過慢慢到了今天 我相信系統都已經回到正常面了 這個落差 幾乎就比較沒有了 所以我相信可以把這個工作 好好的把它做好 各位所 延續上一題 想請問如果地方當時 透過快篩陽掌握可能確診者 並送至集中檢疫所 是不是也有可能減少部分傳播 當然 這個速度 我們是跟病毒在 時間賽討 只要一確診 我們能夠立即有效地擴大匡內 擴大隔離 這個是基本功 你如果基本功做午後 其實就一個出來 馬上一個 突昧 一個掌控住 那就不會了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 它 到做了PCR 再做上傳系統 又delay了 所以這無形當中 甚至校正回歸 有了長達七天六天 都有這種狀況出現 所以在這種狀況出現 這個傳播鏈不想要傳多久 傳到其他地區去 其實這也就是我們當時碰到 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困難跟挑戰 那還好已經經過十六天了 這些問題也陸陸續續 中央也解決了 我們大家一起把這個事情做好 集中 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